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选位置时因为响与崇拜的偶像 节目的导师Lisa坐在一起 竟对着坐在Lisa旁边的Johnny J请求换位置 被蔡徐坤劝退后 还隔着Johnny J与Lisa对话 还讲出了似乎是事先练习过的泰语 然而整个片段播出后 却引起网友争论 他娇滴滴说话方式 有一派网友认为 于书欣说话方式让人不舒服 姐姐我又替你尴尬了 我无语了 哪里可爱了 我求求他能不能别加这嗓子 好好说话 拜托别动不动撅嘴脱腮的鸡皮疙瘩一地 但也有人缓甲表示挺可爱的啊 要是我见到偶像 绝对不敢和他说话 就是小做惊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